桃园市杨姓男子,26岁,两年多前接到一通江姓女子打错的电话,虽然电话打错,不过两人谈得很投机,一聊就是一个多小时,杨曰江女见面,发现是赖妹,两人又都很重于对方,相识不久就成为男女朋友。 杨姓男子因多年前加入帮派,而且带了一组人马,成为小头母,常纠重讨债,经营对赌等生意,林女也帮她作账,提供存折和提款卡,让杨在网站上以提供赌博情资,再恐吓对方付款等方式所财,杨的帮众都称呼将女大嫂或夫人去年警方扫荡帮派, 查获杨姓男子等十多人涉及暴力讨债,江女也被列入查查对象,检警在清查彼此关系时,或西杨和江女相识相恋的过程,都感到不可思议,二人都以组织犯罪条例法办,检察官认定杨和江女不构成组织犯罪条例,与不起诉,但杨男涉及恐吓其暴力讨债妨害自由被起诉,江女因未参与讨债, 也或不起诉,法院查出杨姓男子前后卷入十多件讨债案,被依恐吓,防害自由等罪合并判处判处三年六个月徒刑,得一颗罚金,诈欺部分被判一年徒刑,不得一颗罚金。 桃园市杨姓男子帅手下讨债,被地院法官依恐吓,防害自由和诈欺等罪判刑。 图报细资料照,分享。